Welcome to HST,我是你们的的道 古代就有许多帝王为了永生而炼制灵丹妙药的故事 到了现代人们,依然有许多的人们在研究长生不老的方法 已经有不少的人选择在自己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冰冻 期待以后能够通过科学技术再复活 不过最近有一名未来学家提出 人类可能在几十年内实现电子永生 所谓的电子永生其实就是将人类的大脑思维与机器进行融合 来实现一种精神上的永生 也就是身体死去了 但有可能以机器人的身份继续存在着 其实这种电子永生已经在许多科幻小说电影中体现了 比如上映的《公俏机动队》 就是讲述一群除了大脑其他身体部位都是机械的神话人 但将大脑与机器融合真的就是安全可靠的吗 专家伊恩皮尔森博士说了 电子永生所面临的风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 如果不能制定出一个非常气质严谨的计划 很有可能在融合过程中 人们会失去自己的思维 而让机器思维占据主导地位 毕竟AI统治人类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 像之前的围棋大战中排名世界第一的科捷 就曾大败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系统L4GO 以及2017年由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索菲亚 在获得正式公民身份的当天 也曾说过一些令人喜思极恐的话 像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类的 小编认为即使有一天这项技术真的实现了 也还是不能被广泛运用推广的 毕竟电子永生首先需要将自己的思维上传到云空间中 而这些都是被科技公司单独所有 不是归个人所有的 我们无法保证科技公司会不会将这些收集到的人脑思维 用到一些错误的地方去 欢迎最近去信号吃好玩有趣的 不用甚至通通都有 每选解释了快上车